收尾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珍 之前有请一位嘛,然后这个戏还有下一个戏 杨家壮其实都是有那种武打的成分的 就你自己是不是觉得 你为什么这么多武打成分的戏会表达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在选剧本的时候吧 因为其实也有其他的剧本 可是在这一个阶段可能自己想比较想拍一些 比较动作一点的一些戏这样子 因为觉得说之前比如说拍偶像剧都是文戏比较多 那可能自己本身也很爱看动作片 然后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运动,很喜欢这种武打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希望就是可以多尝试这一类的电影 然后可以比一些人多一个选择 对,所以就可能就这样子吧 那因为这个戏可能 不知道你是先接触到的导演还是先接触到的片方 他们是先给了你的剧本还是先给你谈到的? 呃,是制作单位给公司剧本 然后就让我看了 然后就说导演要跟我碰面 然后碰面的时候就聊这个剧本了 对啊,然后那时候看到剧本的时候 其实觉得说,诶,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觉得,呃,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对我来讲,对 所以,呃,可是我觉得自己本身就很喜欢挑战自己 所以就接了,对 那这个戏其实是一个两个男主角的戏嘛 嗯 他们觉得你去的人说是有告诉你 你更适合演哪一个吗? 没有,就是叫我演关一龙 对,就是叫我演这个角色 对,因为 呃,可能导演觉得说我 可能,其实我跟韩庚的性格都有一点点像 可是,他为什么会要我演关一龙这个角色 我觉得可能是外表给人家的感觉 对,那他觉得我的外表比较适合当诗歌 对,那在性格上 那我就要去挑战自己去演这个角色 对啊 那是不是会觉得你比韩庚本人要活泼一点 因为觉得诗歌其实比诗帝要 活泼,对 对,比较放一点 爱说话 其实也,也,也不会 对,我觉得,我觉得导演可能是看外表 可能我比较高大一点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 因为你知道吗,我在里面是演大舞声 然后他是演短打的 所以我,我是应该是比较高大一点的 对,所以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吧 对 那你,你接触到高晓松导演 他有跟你说什么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吗 印象特别深刻的哦 嗯 他常常都会 常常跟他吃饭的时候呢 他都会聊很多那一种 嗯,让我很佩服的一些话题 对,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很有 很有knowledge 对,很有 你知道吗 头脑很有东西的人 对 所以常常跟他吃东西 听他讲东西 你都学到很多东西 对 所以,呃,我觉得跟他一起合作呢 我觉得是 呃 就让我学到很多啊 对啊 那会不会比较遗憾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戏 后面还挺多话题的 就是导演也发生了那样一件事情 对 然后女主角 其实也人生发生了一个改变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他们对这部戏的影响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对啊 那我觉得 呃 只要在拍戏的时候呢 没有影响到我们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这些新闻都还没出来的 所以 跟戏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说这些话题可以帮 可以可能就 帮到戏做一些宣传吧 对啊 那我觉得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呃 好好的宣传这部戏了 对 嗯 那你后面 有没有办法 就是知道导演 或者有跟他在 有简讯给他 可是他也无法回给我们 对 那时候有跟韩根 有跟韩根说 看我们假如真的彼此都有空的话 可能就看 有没有机会去跟他 去见他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 他就像刚才 他在他的信所说的 他没办法 就是看到观众的 一些表情 那我真的很希望说 我可以去电影院 然后去看大午生 然后自己拍一下 观众的那些表情 然后到时候给他看 对啊 嗯 那就是后面一词其实带着你们出来宣传的就是洪金宝大哥 就是因为其实大午生这个戏大家可能更多的有会联想到洪大哥这样 就是做动作上比较有型的导演 对对 那洪大哥给了你们的指导 你觉得最多的是在哪一部分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 因为首先我觉得这部戏大午生它是有近距的背景 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打戏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请到洪金宝大哥当动作导演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的在这个世界 对 因为他从小就是有近距的背景长大 然后他又有拍三四十年的那种动作片的经验 所以他知道说要怎么去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电影 对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像我们这种角色身为一个大午生 金剧这种角色很难就是你很难是从基本练起 因为我们没那个时间 所以他就把戏里面要拍的全部的动作全部都叫替身拍一遍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就针对我们在戏里面要用到的我们就去学 这样子我们不用浪费一些时间学我们不需要学的 那我觉得对演员来讲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你之前练这些东西练了有多久 我们之前练了全部 我们还没拍这个戏之前两个月 然后拍戏拍两个月 每天 就是不是每天啦 拍戏的时候有空我们就练 所以总共大概练了四个月吧 对啊 那在这个戏之前你有接触过金剧吗 没有 对 所以那时候对金剧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刺激的 对 因为你知道吗 你从你不了解一个东西 然后你要瞬间的去了解它 做很多功课什么的 我觉得那种东西是自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对 然后当你了解了 我很佩服他们 我很欣赏金剧这个东西 对 因为可能大家说到大鼓声这三个词 可能更多联想到会像洪金宝大哥那样形象的人 其实你一般给人的印象就觉得你还蛮斯文的 对没错 对 你觉得这个中间最大的一个差别在哪 我觉得 我觉得身为一个原因你就要去多观察吧 然后你要多去有自己的幻想 然后我觉得透过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 因为我斯文 可是我不是最每一件事情都这么斯文 我还我也有一些 我的那一面是比较不斯文的 对 所以就透过那一些经验 然后把自己带到这个角色里面 对 首先我觉得很棒的就是我觉得那些造型 你知道吗 当你穿上那些衣服在那些场景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会很自然的把自己就是呈现在那个年代的那一种生活 对 包括你对剧本的了解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就是多看一些跟那个年代有关的一些小讯息这样子 因为听说西班你跟韩庚关系还蛮好的 但是在世内你们俩除了是失踪力化来变成了情敌 其实变得情敌 不是情敌啦 那到最后关系有一点复杂的时候呢 其实也没有翻脸也没有什么 对 我们还是心里面还是在一起的 对 所以那种感情真的是蛮复杂的 对 你看了没 那我还给我看 OKOKOK 那因为其实还蛮少这样的电影 就是两个年轻的男演员一起担当主演的一个电影 那其实大家会对你们俩产生一种 你建议这种比较吗 其实我觉得别人会做比较 一路以来别人要怎么去写东西啊 我其实都不太会去 去 不太会影响到我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拍戏 你难免会遇到什么比较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自己在拍的过程中你尽力去拍 尽力去做完这件事情 然后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不需要去理会这么多 对啊 那你怎么听到韩根 我觉得韩根跟他合作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人 对然后我觉得他很想把这个角色演好 然后他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他也很努力 然后因为有时候你在拍一部戏 你最怕就是遇到一些 就是比较不负责任的一些员员 对因为大家都付出这么多 你知道吗 不只是我们员员 还有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 他们可能赚的钱都没有我们多 可是他们每天的那种用心 那种东西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当你遇到每个人都这么的努力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 对啊 所以跟他一起合作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性格也有点像 然后我觉得我去多了一个朋友 对 那其实拍这个戏的期间 就是传传的期间 也有很多关于你的新闻出来 就是很多都是关于你的私生活 对 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尤其我看今天还有人说就是 三菲就是离开菲伦海的这个事情 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 你怎么看 其实我也没有怎么看 对啊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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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知道吗 有些人他们要怎么写 他们要怎么 我都我都我都麻木了 对 所以我也不太想去做太多的回应 因为不管你怎么讲 人家要怎么写就是怎么写 但大家就觉得 像你这样出生的小孩子 也不用这么吃苦 可是你知道吗 你拍大午生这部戏 你去了解这个角色 你才知道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熬不了苦 你看他们之前他们拍这种角色大午生进去的人 他们他们是非常可以熬苦的 所以我很佩服这种人 像洪大哥他们之前小时候练功是怎么练功的 你知道吗 跟现在的人我们太轻松了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想接更多武打方面的事 要锻炼自己的意志 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当你完成 当你看到作品了 你是非常开心的 对 那其实到今天 你也算有挺多拍摄的经验了 那其实相比较而言 韩哥因为这算是他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对对对 那在拍的时候 他有会停掉停到你看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一直沟通剧本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对剧本非常了解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们拍每一场戏 我们都会说 我们要怎么去 把这场戏拍得更有感觉 对 然后我们这样子互相的去弹这个剧本的时候呢 我觉得对他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时候你拍戏 尤其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 你最怕就是 不肯定到底要怎么去演这场戏 当你肯定了 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对 那其实在景音乐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最大的卖点是制作规模 或者真实的很大 然后到这个戏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主要的压力就是在你和韩根两个人的身上 你自己有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吗 压力哦 你是说票房的压力吗 还是口碑啊 什么的 OK 有 我觉得有压力 因为没有 不管你做什么东西 我觉得都会有压力 包括我在拍景音乐的时候 因为你追求完美你知道吗 你想要把东西做得更好 所以你那种压力常常在的 因为你永远都觉得说不够好 对 所以我觉得有压力是一件好的东西 对 那这部戏我觉得 我比较 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灵魂人物 我觉得是导演跟洪大哥 对 因为我觉得 高岛写了剧本 然后 他去拍那些文戏 然后还有 黄金宝大哥拍那些舞打戏 我觉得是 这个电影的看点 但其实关注度主要还是在你和韩坑的身上 都会有啦 对 我们都会有 对 所以 我们已经 做了我们的本分了 对 那我觉得现在 就好好的宣传吧 对啊 然后其他的就不用想这么多 那你现在其实在 洋家帐去组请假来做宣传的吗 对 我们也有请假 对 就是之前有跟他们请了 还不够 还要跟他们请多一些 可是没办法 对啊 嗯 那你现在其实主要的工作中心 就有在电影这一块了吗 呃 可以算是 因为今年 我拍了大舞 拍了大舞生之后 我就拍开心魔法 对 然后12月1号会上 然后我洋家帐可能都拍到11月初 然后就要开始开心魔法的宣传 所以今年已经就是 拍再拍戏了 对啊 嗯 但是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看 你可能是看舞上去 还有你可能组合的一些演唱啊 或者表演之类的 嗯 你现在是其实逐渐的慢慢的把重心转到了个人电影这一块算是吗 呃 可以算是这样子 所以可能在拍 街拍一些电影的角色 目前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转折点 可能就是有一些些小一点点的改型吧 对啊 对啊就是因为之前偶像剧还有唱片可能给人家的感觉是比较青春活泼那一种那一种那可能现在在选电影的剧本都会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青春活泼那种角色就比较成熟一点然后比较比较man一点 那你超选戏的时候的第一标准是什么是制作班底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呃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角色我喜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假如有一个很好的导演 可是这个角色我就是不喜欢 我觉得我很难说服我去演他 那也没办法 我觉得是我那个角色我也没有兴趣去演这个人 对 然后第二就是 我觉得就是那个班底吧 好